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 我是原汁大学机械系徐叶良教授 在这里我们要展开一个新的单元 企业压系统的应用 首先我们从企业压系统的组成 开始为各位做介绍 在前面的单元里头 其实我们学到了电子与感测元件 单晶片控制 甚至物联网控制等等 我们也利用物联网控制 完成了我们的九宫格投篮机器人的实作计划 在这里我们要开始谈到企业压系统 企业压系统事实上是在自动化机械里头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一种元件 包括比如说搬运机械 工具机 甚至汽车 飞机 船舶等等 都有非常多的企业压系统应用的实力 当然在企业压系统 在很多机械系的课程里头 可能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我们在这里只是在对企业压系统的 企业压系统的元件 它的基本的回路 我们做一个比较概念性质的介绍 然后我们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单元之后 对于气压工具在机械设计上 特别是在自动化的系统的设计上 大家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跟基本的应用的能力 那气压系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 事实上非常非常常见 比如说最左边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常常做的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的门在开关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会听到这个空气的声音 把他打开要把他关起来 那事实上这个汽车的这个门的开关 就是一个气压系统 是一个气压系统 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应用的实力 那中间这一个图 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气压马达 那这个气压马达是什么东西的气压马达呢 是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 牙医砖头的气压马达 那事实上我想大家对牙医砖头的这个经验 可能都不是太好 在看牙医的时候是有时候非常害怕那个砖头 那事实上这个砖头 如果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的话 里头就是一个气压系统 一个气压控制的一个装置 那在下面这张图呢 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看到这个 在修路的时候 修路或者说在做建筑等等 如果要把这个这个柏油路或是它的水泥块 把它打碎的话 最常常用的就是这样子的砖头 非常非常吵 非常非常吵 那这一个砖头呢 事实上也是一个气压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里头 有相当多的气压系统的这个应用的实力 但一个典型的气压系统是怎么样组成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图里头 它的最重要的气压源通常是马达或是内燃机引擎 来驱动的压缩机 然后把这个压缩机把这个大气 大气里头这个截取来的空气 把它加了压力之后 放在这个中间的除气槽里头 透过气压管 那这个空气要进到我们西藏系统里头呢 又要需要经过这个叫做调直器的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最后才进到我们的系统来驱动气压缸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气压系统的典型组成里头 各个元件呢 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压缩机 压缩机我相信大家常常看到 甚至在各位学校里的体育馆里头 比如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篮球排球打气的时候 通常也是利用一个压缩机 或者说在机械系的机械工厂里头 常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空气的压缩机 那空气压缩机呢 通常是利用电动马达来驱动 那有的时候会利用内燃机引擎来驱动 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空气 对它做工 然后把空气压缩之后 储存在这个坚固的除气槽里头 然后这个除气槽里头 空气要进到系统之前 一定要经过一点调整 那这个调整的装置 我们就叫做调直器 那英文叫做Air Treatment Unit 调直器 调直器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一个空气过滤器 Air Filter 大气里头 拿来的空气呢 常常比如说有很多的尘埃等等 所以这个空气过滤器呢 就是要把空气中的尘埃 还有水分啊杂质啊等等把它除去 那接下来呢 就会有经过一个调压器 那调压器最主要的是 当我们的这个大 那个压缩的空气要进到系统的时候 它的压力的大小 希望能够保持一定 那就靠这个调压器的作用 那最后呢 我们还要在这个空气里头 喷入一些润滑油 然后有一个润滑器呢 把这个油物跟高压气体混合之后 然后再喷到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实际上的系统里头 然后对管路做一些润滑 过滤器 它的整个长的样子就像这样 没有过滤的空气 从这个上方进来的时候 然后就经过这个过滤网 然后它的这个尘埃杂质会被过滤 然后它的水器会被凝结 然后凝结储存在这个下方 然后一个干净的 没有水器的空气 然后才能够通过这个过滤器 进到我们的系统里头去 那这一个照片呢 是实际上过滤器的照片 然后那边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气压的元件 都有一个气压的这个元件的符号 就像电路的元件 都有一个电路元件的符号一样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过滤器的一个 气压元件的符号 那调制器的第二个东西 是刚刚提到的压力调整器 刚刚提到说压力调整器 基本的功能呢 就是要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 所以在进到系统里头去的时候 它的压力能够保持一定 那这个图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调制器 它的压力调整器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的原理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的进口的空气 要进去的空气的压力 这里面我们把它叫做Pin 要进口空气的压力 如果这个压力这个比较小 也就是说在系统的压力 Pout这个系统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这个压力调整器里头 它有一个挠性的一个薄膜 就会被推开 被这个比较高的压力给推开 那这个时候这个进口的压力 进口空气的压力就不会进来 那然后如果进口空气的压力 大于这个出口空气的压力 也就是说这个出口空气 在系统的空气压力 不是这么大 不太足够的时候 这个挠性的薄膜 它就会关闭 然后这个高压气体 就会进到系统里头来 那这个挠性的薄膜的开根关呢 它我们预设的压力呢 就是由这个压力调整器 上方的压力调整钮 然后我们去转动压力调整钮 可以对我们的弹簧 施加一个预力来调整 我们所要设定的这个空气的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压力调整器 它实际上的这个原件长的样子 就像这个样子 它上头有个压力调整钮 所以我们通常就把它装置在 这个空气槽跟系统的中间 然后利用这个压力调整钮 来调整设定的压力 那上方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压力调整器的一个符号 那调整器 调制器里头最后一个原件 是润滑器 Lubricator 那刚刚提到润滑器呢 它有个重要的功能 是要把这个润滑油 把它变成雾状 然后喷在空气里头 然后进到空气 进到这个系统里头去的时候 对我们的这个系统的管路 可以提供一些润滑的作用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简单的原理 就进口的空气进来的时候 我们突然之间这个管路让它变窄 为什么要把管路变窄呢 把管路变窄的时候 它的这个空气的流速 流动的速率会变快 然后这空气流动速率会变快的时候 它的压力会 压力会因此而下降 所以有一个纹饰管呢 就可以把这个润滑油 把这个润滑油把它吸上来 因为压力下降的关系 所以这个润滑油又被吸上来 然后变成雾状 喷在空气里头 然后所以这个润滑油的空气 然后再进到我们的系统里头 所以我们最后再整个复习一遍 我们这一个典型的一个气压系统呢 开始的时候有马达压缩机 是我们的动力来源 然后把这个空气压缩之后 高压气体存在这个除气槽 透过气压管 然后经过调制器 调制器呢 调制器就包括过滤器 包括这个压力调整器 跟包括润滑器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干净的 有润滑油的 而且它的压力是一个均衡的压力 的这样子的一个气体 最后才进到我们的气压系统 去推动我们的气压缸等等的元件